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情感大爆发!你也有今天引爆迎评,陈兴旭张若南带来的深情故事,唤起观众内心最真挚的感动。 由陈兴旭合章若南领衔主演的36集爱情剧《你也有今天官宣定当》在1月4日晚6点上线优酷播出,举荒的小伙以蹲点审判一波。 《你也有今天》其实是根据叶斐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集,讲述的故事是《均衡率》所创始人前横和乐天派的菜鸟程尧一起,从拍档意外变成了合租的室友,他们一面是生活,一面是职场,不断影响着彼此。 陈兴旭饰演的前横是傲娇幼律界资深顶流,他对程尧要求很高,他一开始非常看不起靠着关系进入职场的程尧,于是一直故意折磨他。 奈何程尧一直以为自己很幸运地练的机会,乐天派的程尧一直努力表现自己,努力成长为优秀的律师。 两个人从互相不对付到后彼此关心。一路上,前横和程尧经历了风风雨雨,程尧中未合格的律师,他们也如愿开启了恋爱,并且携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新剧的设定聚焦律师圈子,是老生常谈的题材背景,不过工作家生活结合起来的叙事还是吸引了不少观众。 一部新剧除了剧本之外,演员的阵容也是观众们最期待的。 这部剧由曾经在东宫星、洛宁成堂都有出色演绎的续域主演,她是古装男神,第一次下凡领衔现代言情剧,不知道立会如何,让人期待。 女主角则由曾在治愈系恋人中有出色表现的张若男出演,她长相清纯可爱,饰演古灵精怪的角色,简直就是本色出演,非常贴脸。 另外,这部剧还了陈晓云、李俊贤、何文俊、李电尊、陈浩兰、范帅奇等高颜值阵容。 陈晓云在新剧中留着短发造型,扮演的成熙一角干练,美的灵动,演技表现稳定输出,她具备变得脸蛋和声音,让人一看就记住了。 男二李俊贤也算是的面孔了,她演绎过《二十不获二》、《庆余年》等被观众熟知的作品,五官长相端正,看起来英气十足,笑起来的时候又自带魅力。 新剧中,她扮事无君一角,扮相精致帅气,很抢眼。 另外,前段时间在《很想很想你》中饰演了姐的陈浩兰也有加盟,新剧中她的《还是能达》。 眼神中有戏,笑起来也很迷人,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。 似乎还是第一次看招聘式的定档预告,你也有今天官方式出的预告。 短招聘的形式展开,介绍了君恒律所事务所的人物,组成和人物亮点,这样的形挺新颖。 君恒律所中的每一位同事都活灵活现,金牌导师前衡,莽撞菜鸟,职场新人成瑶,暴躁师姐,夜内成熙,花花公子,社交大牛吴君,每一个人物性格都不尽相同,而且自带喜感。 除此之外,新剧还有君恒储君鲍瑞,背锅侠和三好员工于飞,西潭颖。 告中说再好的工作前景,你不投简历就和你没关系,再好的薪酬福利你不来面试,我就没办法告诉你,君恒律所执聘待你成功待你飞。 不仅如此,新剧《终女》的人设也有些无厘头,超级逗笑。她在敬酒的时候对领导说,没有你的变态,就没有我的成长飞速,简直绝了。 你也有今天空降播出,由陈兴旭和张若南领衔主演,这部演情剧可谓别剧一格。 两位颇具实力的演员的加盟无一味剧集,注入了强大的演技支持,令人期待他们之间的火花碰撞。 这部剧空降播出,必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,不同寻常的情节和演员,组合将成为她独特之处。 期待这部你也有今天能够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享受,成为话题热点。 职场狂笑,你也有今天陈兴旭张若南领衔主演的甜宠暴笑爱情剧。 1月3日今天也是你正式宣布开播,自1月4日起,将在优酷独家上线。 该剧由陈兴旭和张若南领衔主演,故事聚焦于职场霸总和初入职场的女新手之间的爱情。 作品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,以甜蜜宠溺和幽默搞笑为主线,摒弃了繁琐虚滑的修饰。 剧情简介如下,程尧怀揣成为律师的梦想,成功进入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,决定搬到距公司更近的地方。 然而,他却意外发现自己租住的房子被房东租给了另一位租客,引发了一场争执。 而这位不速之客竟然就是程尧的老板钱衡。 钱衡在第一天就将程尧调入自己的小组,并开始了严格的训练,实际上是为了逼走平关系进入公司的程尧。 然而,程尧并不知情,认为自己很幸运,因此更加努力,表现出色。 这反而让钱衡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 两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逐渐产生了感情,经历了一系列挑战后, 程尧成长为合格的律师,与钱衡走向幸福的婚姻。 这部电视剧以轻松幽默的方式,呈现了律师事务所的情感和职场故事,充满了笑料和甜蜜的爱情。 与那些硬套写实标签,却充斥着狗写情节的律师题材电视剧不同。 你也有今天以真诚的态度,向观众表明,这是一部商业剧,不打算走写实路线,而是专注于甜宠。 律师只是背景,律所只是爱情发展的场景。 这种真诚态度赢得了目标观众的认可。 你也有今天的看点在于,男女主角在律所中发生各种逗乐情节,男主霸总虐待女主, 而女主却浑然不觉,反而认为是她在培养自己。 这种乐趣注定演变成喜剧情节,在逗乐过程中,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, 也将不可避免地展开。 观众们期待的正是这种充满甜蜜爱情和喜剧情节的内容。 你也有今天这部新电视剧的定档预告片,引起了观众的热切关注。 从预告片来看,这部剧似乎将为观众带来更多欢乐。 甜宠剧一直以来都备受观众喜爱, 而在这部剧中,女主角张若南呆萌的形象将为观众带来更多笑料。 她的表演充满了无辜感,令人期待这部剧中的喜剧看点。 喜欢甜宠剧的观众们可以期待近期的热播。 编剧方面,李精灵将执笔创作。 尽管李精灵曾参与一些网改剧作品,观众评分并不高, 但笔者认为这与编剧本身的能力无关, 更多是源自原著网文小说的质量。 李精灵可以算得尚是网改剧的高手, 她能够将任何网文小说改编成具有观赏性的电视剧。 在她的手中,即使是质量不高的网文小说, 也能被改编成令人满意的影视作品。 因此,不要低估她的能力。 许多网文小说自吹自擂, 但实际上并不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, 因为它们缺乏故事情节、冲突以及鲜活的人物角色。 然而,当遇到擅长网改剧创作的编剧时, 它们能够画腐朽为神奇, 至少改编出来的电视剧仍然是值得一看的。 导演陈明璋将指导此剧。 然而,观众不应该抱有太大期望。 因为她实际上是一位拍行活的导演, 随时随地都能投身其中。 许多港台导演都有这种特点。 相比之下,许多内地导演更注重自己的面子, 喜欢精选剧本, 如果项目不够好, 就不愿意接手。 正因如此, 许多网改剧作品最终都找港台导演来指导。 因此, 这部电视剧可能更偏向甜宠豆乐的风格。 喜欢这一类观众可以多加关注。 对于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观众来说, 可以选择其他作品。 总的来说, 你也有今天似乎将成为一部 让观众捧腹大笑的甜宠剧。 张若南的表演和李精灵的编剧 都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 你也有今天定档, 陈兴旭和张若南领衔主演, 是一部职场爱情剧, 采用爆笑模式。 观众期待通过这部剧 欣赏到陈章两位主演 在职场和爱情中的精彩表现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